好 主播觀眾 我們現在人在北檢的外面這裡 目前現在是午餐的時間 因此有不少的民眾 也繼續留在這邊 聲援柯文哲 但是在這邊已經開始看到這邊 有人開始在這邊發送便當這個事情 大哥 你們這個便當 是不是有熱心的民眾 來跟你們贊助這個 對 是我們這位很優秀的小草贊助 我們給這位小草一個掌聲好不好 謝謝 這位大姐嗎 對 我是老姐姐 是… 剛剛給你幫助勝利 剛剛給你排手的 應該都是有吃到你便當的人 不一定 不一定 因為人數太多了 財力有限 只能說要盡點心意 你今天帶了多少個便當 要來給大家吃 我手能拿的就70個 所以我就帶70個 70個了 耶 我知道是不夠的 可是因為我手不能拿那麼多了 對 但沒辦法拿那麼多 是… 妳從哪裡把這個便當給訂來 要給大家吃 我是從土城 因為我知道中午到了 因為我們老人家 我已經60歲了 老人家體力不夠 沒有辦法像真正的年輕的小草 這樣子 側業這樣子 站在阿伯身邊給他鼓勵 所以我能進了就這點微薄之力 是… 那妳這個便當是妳昨天看到這邊有聚會 還今天早上臨時想到說 我乾脆訂個便當給大家吃好了 我本來就有想來 可是知道說人是血肉做的嘛 不像那檢察官不知道人是血肉做的 以為是塑膠做的 還要徵訊到12點多 不用吃飯嗎 不用睡覺嗎 我知道人是血肉做的 所以不管是誰 只要是人都需要便當 就這麼簡單 大姐妳今天早上說趕快訂這些便當 趕快送過來 我剛剛先吃了一個 先有私信先吃了一個 才有力氣帶這些便當來 我昨天就想要訂阿館便當 阿館 館長的 對 可是打電話去 他們說他們的人沒有辦法送到這邊 要我用什麼福片打送 因為我是老人家不會訂那個 所以今天有空我就親自送 妳就自己訂了這樣一個便當 對對對 好 可以感受到這位大姐 非常的熱情的 把這個便當給送到這邊來 畢竟今天還要到晚上8點的 因此這邊大家保留體力 這邊是還滿重要的 好 剛剛 剛剛還有一些很熱情的支持者 表示說接下來還會有晚餐 所以說接下來看起來在這邊 應該是一場比較長期的抗戰 那以上就是掌握這件事情